嗨大家好我是Chan 這幾次的影片主題都是圍繞PLUS LEAGUE 主題色都是紫色 冠軍賽持續打得火熱 我們微積分的學習也不能中斷啦 ROR2 A PLUS並不是很假的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極速收斂發散技巧的題目講解 你一定都看過畫面上這些題目 但你不一定做得出來 放心交給我 今天我會把你一次交道會 這是一個分享微積分 分享數學大小主題的頻道 初來乍到的你 歡迎訂閱我 一起加入這個宅宅數學小宇宙吧 老天會眷顧更無物的一方 準備跟著我展開今天的挑戰 ROR2 GLORY ROR2 A PLUS LET'S GO 今天不藏私 直接給大家九大收斂發散判斷技巧總整理 第一點 Test for Divergence Limit AN N取景無窮大不等於0 我們就會說這樣的極速 Sigma AN是發散的 Diverge 那大家要注意一個地方 如果Limit AN 等於0 則是無法判斷喔 第二點 叫做 Comparison Test Comparison Test 比較測試 大家可以看一下 Comparison這個字是比較的意思 既然是比較 我就一定要創造一個 BN出來跟我的題目 AN做比較 所以大家可以用這樣的記憶方式把它收斂 所以找BN 那如果今天Sigma BN 是大於Sigma AN的話 那大的極速收斂 小的極速才會收斂 這個叫大的收 小的才會收 那你如果大的發怎麼辦呢 那就 無法判斷 那我們 再創造一個 BN出來 那今天的BN也可以創造的 比AN來的小 那代表我今天的 BN就是 小的極速 那小的就要發散 大的極速才會發散 這叫做 小的發 大的才會發 再來我們到第三點 Limit Comparison Test 極限比較測試 我們先來拆解一下文字 Comparison是比較 比較就代表我要找一個新的BN出來 Limit就是要取極限 Limit N取景無窮大 這樣子就記起來囉 我們把它的結構 建構起來 Limit N取景無窮大 AN是題目 除以BN BN是我創造出來的新的極速 所以AN除以BN 出來會有三種結果 如果今天這樣的極速是一個收斂的L 那這個L如果是大於零的話 那我們就有個結論 叫做 AN BN 同收同發 同時收斂 同時發散 那第二條路 是當這樣子的極限出來等於零 那我們就要想 當極限是零 代表AN跟BN應該是 BN 很大才對 那BN大 那大的是不是就要收 小的才會收呢 大的收 小的才會收 那第三種 是出來的極限 是發散 是無窮大的 那就代表說 AN 很大 BN 很小 才有可能會這樣子的無窮大發散 那BN竟然很小 那小的就要發 AN才會發 小的發 大的發 接著我們看第四點 Geometric Series Test 就是等比極速測試 Geometric Series 是等比極速 它是有個公比存在 那我們就要把這個 SIGMA AN的極速 把它看成是 SIGMA R的N次方 那個R就是公比 對於無窮等比極速來說 公比小於1收斂 公比大於等於1 發散 那我們旁邊做一個助記 SIGMA AN其實也就是 無窮等比極速求和 那如果它是一個收斂的公比 那它的求和公式叫 1-公比分子首項 1-公比分子首項 再來第五點 Ratial Test Ratial Test Limit N屈近無窮大 AN加1除以AN 用後一項跟前一項的比值 Ratial就是比例的意思 那記得Ratial Test 要取絕對值喔 那如果它這個極限取出來 是小於1 那就代表收斂 大於1 就代表發散 那紅筆 足跡一下 如果等於1 叫無法判斷 也就是 要換一招囉 那再來因為Ratial Test 要取絕對值 那如果這樣的極速是收斂 我們就會說它是 絕對值 收斂 也就是 Absolutely convergent 那第六點 Root Test 因為它跟Ratial Test的規則是一樣的 所以我把它放在一起 Limit AN 開N次根號 出來的極限L 如果小於1 收斂 大於1 發散 等於1 無法判斷 就要換一招囉 再來第七點 叫P Series Test P極速測試 也就是當一個極速 它是N的P次方分之1的時候 這個P 大於1 收斂 P小於等於1 發散 那P等於1 這樣的極速 我又可以叫它 harmonic Series 調和極速 那我們偷偷在下面做一個 補充 Sigma Long N 括號 P次分之1 它也是一種 P Series Test P大於1 收斂 P小於等於1 發散喔 再來第八點 叫做 Integral Test 我們用積分來做 省鏈判斷 那F要先令出來 第一個 這個F必須都是 Positive Terms 都必須是正 第二個 它要是連續函數 第三個 它要是一個 Decreasing Function 通過這三招 才可以使用 Integral Test 我們就會拿來積分 那上下線也帶進去 如果積分值 是一個收斂值 那此級數 就是收斂 如果積分值是 發散 那此級數 就是 發散 我們來到第九招 Alternating Series Test 交錯級數 省鏈測試 那所謂 Alternating 就是交錯的 也就是正負 正負交錯 那當我們遇到 這樣子的一個級數的時候 很明顯可以看到 有一個 -1的N次方在那 那我們會說 後面那個叫 BN 而枕陀叫 AN 那我們要把這個 BN給抓出來 做兩重 關卡的檢測 第一點 BN加1 要小於 BN 是有一種 D減的感覺 第二點 Limit N 取景無窮大 BN 要等於0 如果第一點 跟第二點 都可以通過的話 我們就會說 By AST 此級數 收斂 以上 就是 不藏私 九大級數 收斂發散判斷技巧 總整理 緊接著 我們就進入 題目篇 我們來 大開下界 把題目 解決掉 第一題 cos 的極數 我們就先取 Limit N 那N 是趨近於0的 Sine0是0喔 最後一項是0 無法判斷 所以我要 try another one 我們不妨 湊一個 N 給它對除 那這樣子 除出來是1 你說 為什麼 因為這個叫 三角極限 Sine Theta Theta 趨近於0的時候 這個極限是1 它是很重要的 三角極限 定理 那下面這個 N分之1 就是我創造的 BN BN是發散 因為它是 P Series 裡面的 Harmonic Series 那這個極限出來是 1 代表它大於0 同收同發 By Limit Comparison Test 所以實體是 發散喔 再來我們看 第三題 N平方 減1 除以 N三方加1 大家有沒有發現 它是一個 多項式的對除 所以多項式 我們通常都可以想到極限比較測試 Limit Comparison Test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 創造一個 BN出來 那這邊創造的 概念是 這樣 我們先把題目 先想一下 它 最高次方向是 N分之1的比值 這是用觀察法 所以我們下面就創造一個 同等次方的極數出來 N分之1 那這樣子 一除下去 好那我們就做一個整理 Limit N去盡無窮 那我的分子 分子分母同時去除以 N 三方 除以N平方 所以是不是得到降 所以這樣的極限等於1 那極限比較測試出來的極限如果是大於0 代表同收同發 那 那BN 今天一定是發散 因為它是 harmonic Series 或者是P Series P等於1 所以題目AN 就是發散囉 By Limit Comparison Test Sigma N平方減1 除以N三方加1 也是 發散 大家都學會了嗎 再來我們看第四題 Sigma N從1到無窮大 如果是 1的N4除以N平方 我們不妨先使用Limit N去盡無窮 把這整坨取個極限 那我們會發現是無窮分之無窮 大家就要想到 羅比達 很好 Limit N去盡無窮大分子分母同時微分 所以得到這樣子 還是無窮分之無窮 那就再羅比達 那就Limit N去盡無窮 微出來是1的N4 這樣應該就有極限了 算出來是無窮大 那這樣的極限無窮大 也就是不等於0 那最後一項不等於0 By Test for Divergence 發散 極速測試 它就是發散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 再來我們看第五題 負1的N-1 N-1 N的4次除以4的N次 這樣子的一個題目 大家有沒有看到 它有N次方這件事情 次方出現了N 我們可以考慮Ratial Test 所以我們用Limit N取盡無窮大 那比例測試是要對除的 AN加1除以AN 那記得取絕對值 我們就帶進去 AN加1的意思是 N加1的4次除以4的N加1次 那AN分之1 把它倒數一下 得到這樣 那負1的N次方就別理它了 因為有取絕對值 那我們就整理一下 那當N去盡無窮的時候 多項式就是看 最高次方向係數比值嘛 極限 所以最有4分之1 那4分之1 小於1 小於100Ratial Test 收斂 這題就是收斂囉 那因為Ratial Test 我們有取絕對值 這個就代表取絕對值之後 收斂 我們就會叫它絕對收斂 Absolutely Convergent 再來我們看到第六題 SigmaN從1到5重大 Sine 2N除以1加2的N次方 我們看到有Sine在這個極數裡面 那我們不妨 先把它取絕對值 因為Sine的絕對值會小於等於1 而1加2的N次分之1又小於2的N次分之1 我把那個加1給拿掉 因此我現在最大的極數是不是就是 2的N次分之1 而看成R的N次方 所以公比是2分之1的Geometry Series By Geometry Series Test 它是收斂 而大的收 小的就會收 就是By Comparison Test 所以此題 收斂 再來第七題 SigmaN從1到5重大 今天的極數 是N 乘上Sine N分之1 的這樣的極數 我們就先取Limit N屈近無重大 就先看最後一項 是否是0 那我們會發現 這個N其實可以放到分母邊N分之1 那此時N分之1就會是0 那Sine0 over 0 這個是一個1 因為三角極限 當Theta 趨近於0 SineTheta over Theta 是1 很重要的極限定理 既然 這個是1代表 最後一項不是0 那就Test for Divergence 發散 是不是就直接把這題秒掉啦 再來我們看到第八題 SigmaN從2到5重大 NLN分之1 我們把題目弄成括號P次好了 讓它特別一點 我們來討論P 的情形 因為P會影響 詞題的收斂 以及發散 那其實這一題 我們可以在 Long Series大亂鬥的那一部影片看到 大家可以去右上角這部影片點擊觀看 那看到N分之1在極速裡又有Long N 我們就會想到 Integral Test 先另一個fx 那要通過三重關卡 第一個 Positive Terence 成功 第二個 Continuous 也是對的 因為它避開N等於1 所以分母不會有Long 1 就不會有0的情形 那第三個是Decreasing 因為當N越大 這整件事情 這個函數值當然就越小 所以當然是D減也沒問題 我們就可以使用 Integral Test 就抓來積分一波 GxLong X掛號P次分之1Dx 首先我們把這個x分之1Dx換成DLong X 那這個P是時數 所以我們把它看成 負P次分 那就象徵多項式的積分 次分加1 然後把次分除掉 然後再加個C 我們就積出來啦 再來我們就把上下線給丟進去 所以2到無窮大 這樣子的一個積分 我們寫成比較標準的 狹積分寫法 Limit T取景無窮 計出來是Long X 然後負P加1 除以負P加1次 然後2到T 先帶T進去 所以是Long T 括號負P加1次 除以負P加1 減Long 2 負P加1次 除以負P加1 那麼前面很明顯Long T 會是無窮大 所以我如果希望這整件事情 這個積分值是收斂 我就得讓無窮大這一項 變成0 那我可以動的就只有四方 所以我們就令負P加1 小於0 它只要是負的指數 負的次方 我就可以變成 無窮大分之1 那就會是0 所以只要小於0就行 負P加1小於0 也就是P大於1 所以這樣子 無窮大那一項 就會變成0 那次體就會收斂 By interval test 所以我們就有結論囉 Nong N括號P4分之1 P大於1 收斂P小於 等於1 發散 它其實跟P級數是 一樣的結果 大家學會了嗎 再來我們看到第9題 Sigma N從2到5重大 1除以Long N 這樣的級數 那我們不妨就先使 最後一項 的極限值 就會發現 它是0 那Limit An等於0 是沒有結論的 我們要換一招 Try another one 所以我們就湊一個 Bn給它試試看 那這樣子算出來 我們會發現 無窮分之無窮 要用羅必達 所以就微分 N分之1分之1 那所以極限 Limit N 應該就是無窮大 那當極限比較測試 這是無窮大 代表分母的Bn是很小的 分子的An是很大 這樣才會是無窮大 但小的發散 大的就會發散 那我們就成功 By Limit Comparison Test 此級數diverge 最後我們來到第10題啦 這題算是今天的最難的一題 2開N4根號 2開N4根號 我們可以把它看成 2的N分之1次方 所以它好像是一種 多項式 我們就可以考慮 Limit Comparison Test 創造一個Bn出來 OK 那我們來創造一波 那因為它是 2的N分之1次 所以我就創造一個 N分之1 這樣子的一個Bn 給它 那N分之1是 可以趨近於0的 那這樣子 分子 會是0分母 也會是0 0分之0 羅比達 那就來開羅 那就Limit 分子分母開始微分 那2的N分之1次方 是一個指數 那指數的微分 是造超 然後再乘一個Lon2 那各位別忘了 這個次方 還要進行圈弱 N分之1的微分 是N平方 分之1 所以圈弱 這一步很多人都會 遺忘喔 所以這樣子我們就可以 把它算出來 分子分母的N 評分-1就消掉了 那最後答案是不是就是 Lon2 那Lon2大概是 0.693 它是大於0的一個 收斂值 所以根據 Limit Comparison Test 分子分母同收同發 那因為 Bn是Diverge Harmonic Series 或是 P Series P等於1 因此 SigmaAn 就是Diverge By Limit Comparison Test 以上 就是 9種 激素 收斂發散 判斷小技巧 我是Chen 一個喜歡數學的狗派 喜歡今天的影片 可以按個喜歡 讓我知道 也歡迎 分享給你身邊的 朋友們 並訂閱 ChenChen的頻道 小鈴鐺 叮叮叮 我是Chen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Bye Bye by bwd6 中文字幕 李宗盛